聯合國正在加緊緊急救援援助緬甸 特大洪水在該國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區 至少88人死亡 隨著報章的河流池持續吞沒住房 幾十萬人流離失所 在這個貧窮國家造成了人道主義危機 國際援助正在湧入 聯合國在星期五表示 將從中央應急基金提出 900萬美元來幫助正在該地區提供支援的援助機構 聯合國說在大眾迫切需要時 這些資金將有助向他們提供緊急住所、安全供水、 清潔衛生、食物和至關重要的醫療保健等服務